过去在通货膨胀很严重的时候 大家都会转而投资比较稳定的房地产 但是美国目前经济的状况 坏到连房地产都打一折 还没有办法出售 来看看旧金山的房产 现在商业大楼 这一栋就是位在Mars 3的商业中心 当时这栋大楼 在买入的时候是6200万美元 但最近16层一折出售 卖出价是650万美元 大家非常惊人的是觉得说 竟然打了一折左右 而事实上在6层的办公大楼 这里是Zendex 过去知名软体公司的总部 1200万元卖出价格 也比10年前低了80% 将近打了两折 而自用住宅相对的也来砍半 我们来看到2020年 当时旧金山的顶层公寓 开价是990万美元 目前来到了375万美元 求售还没有卖出 而另外2019年同样也在Mark Street 可以看到Mark Street这里有两房的公寓 照理来说距离商业市中心 还有上半地点都非常的方便 但一套两房的公寓开价125万美元 成交价现在67.5万美元 相对怎么样都是砍半 也因此目前美国的通货膨胀 居高不下的情况之下 房地产买不起市场不好 很多人连民生消费的物品 也通通都认为价格实在太高 卡拉每周都会来康乃迪克州 这家食物银行领取旧级食物 自2021年来这里的东西 全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人 而这一年卡拉因为心脏病发 失去了工作 也负担不起基本的生活 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当中许多人是中产阶级 甚至生活富裕 虽然通膨正在消退 但很多人早被押得喘不过气 三餐得靠食物银行救济 现在食品杂货价格 比疫情前高出百分之三十三 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 在过去一周当中 超过十分之一的美国人 生活在食物不足的家庭中 这位吴宝爸过去每周工作 八十个小时后来被诊断出 患有肌肉萎缩症 随着健康恶化工作时间和收入也随之下降 只好求助食物银行 康州这家大型食物救济银行向六百个据点发送免费食物 并说这里对食物的需求从未如此强烈 整个周有百分之十的家庭领取粮食券的援助 走了疫情来了通膨且情况比之前更糟 在公司的交易责食物中 在公司的交易责量 帮助救助的人越来越多 美国求助救济的人越来越多 有评论指出 长期通膨证实的多数中产阶级 面临财务挑战 尤其在生活成本较高的城市 即使收入不错 仍感到负担沉重 日子越来越难过 我认为终于不是关注的 而是关注的 华尔新闻中华报导 哈喽 我是陈雅玲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尔新闻YouTube频道